另外臺北新疑分局原警薛真國遭到維毆致死案 今天法院首度開庭 提訓祖賢曾薇豪還有劉新童等人 而薛真國的妻子則是捧著丈夫的遺照 到法院旁聽 他痛批這些嫌犯到現在還不認罪 沒有回憶 更欠家屬一個道歉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家屬說 要不要跟家屬道歉 涉嫌臺北夜店殺警案的祖賢 曾薇豪和劉新童等人 二十八號遭到法院提訓 何怡婷今天首度開庭審理 信義分局偵查所薛真國遭維毆致死案件 薛真國的太太則心情沉痛 捧著丈夫的遺照道庭旁聽 透明嫌犯維毆警察致死 卻一句對不起也沒有 不過劉新童和周玉騰等人 在庭上看到薛真國的妻子購 則首度對他表達歉意 不過在庭訊時卻依舊堅稱並沒有殺人意圖 動手的時候並不知道薛真國是警察 如果他們還有良心的話 我希望他們就把案情說清楚講明白 讓我老公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旦你表明身份 你就是執法人員 這起夜店殺警案引起社會注目 法官在開庭前夕 二十六號已經會同警方 衝回命案現場勘驗 逐一比對 券證資料 還親自拿起致命的 紅龍柱來測量重量 作為審判參考 希望還給被害家屬一個公道 就算應壘齊 看到 不得到